大鼓連踩兩個16分音符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在八分音符的節奏裡面 大鼓連踩兩個16分音符 一共會有16個不同的時間點 在這裡就分做16個不同的練習 影片中我使用的大鼓踩踏方式 鼓錘在命中鼓皮之後 會直接反彈 並不會壓住鼓皮 你也可以用你習慣的方式來踩大鼓 關於大鼓連踩兩個16分音符的踩踏方法 在我其他的影片裡面有 各位可以把它找出來看 現在大鼓踩在第一拍的第一點跟第二點 大鼓踩在第一拍的二三點 大鼓踩在第一拍的第三點跟第四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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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這個節奏比較不常見 我要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第四點跟第二拍的第一點 由於第二拍的第一點已經有小鼓了 一般而言比較少把大鼓跟小鼓重疊在一起 但是這個節奏還是有練習的價值 接下來我要把大鼓踩在第二拍的第一點跟第二點 大鼓一樣會有一個點跟小鼓重疊在一起 這個節奏一樣是不常見 但也有練習的價值 接下來大鼓會踩在第二拍的第二點跟第三點 接下來大鼓踩在第二拍的第三點 大鼓踩在第二拍的第四點跟第三拍的第一點 大鼓踩在第三拍的第二點 大鼓踩在第三拍的第二點 鼓音 大鼓踩在第三拍的第二點 大鼓踩在第三拍的第三點跟第四點 大鼓踩在第三拍的第四點跟第四拍的第一點 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一點跟第二點 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二點跟第三點 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三點跟第四點 接下來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四點 以及下個循環的第一拍的第一點 這個節奏會讓兩個小節頭尾有連在一起的感覺 今天介紹這16個不同的踩踏位置 之後會有更多的例句分享給大家 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一拍 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一拍 對大鼓踩在第四拍的第一拍